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知语运动员 其实路真的不容易走 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 八年前加入马会 做建策骑士学校的校长 很想训练出世界级的骑士 相信不然我也不做 可以控制到千多磅的马 除了要有技术之外 其实体能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还要教他们 如何形容到运动科学 以及赛马上的知识 我们会善用沙田马场 和会员会所的设施 帮我们的学员继续体能和状态 能够在沙田马场比赛 甚至赢得到国际奖项 其实是他们一世的梦想 这里除了是骑士 追求梦想的地方之外 亦都为香港带来 龐大的慈善兼款和税款 无论你有没有入过马场 看过赛马也好 你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委 感谢观看 大家看着 我们是在暂时市里的暂时